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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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大家想想看 我们的国家真的那么可怕吗 史燕文会说是谁杀了史燕文吗 就像美国谁杀了甘乃迪一样吗 请问一下这根本就是对手在小题大做 因为我们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什么KGB 根本就没有CIA 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手党 好不好 请支持3号的宋楚瑜 没有杀了史燕文的宋楚瑜 好不好 好不好 400年来第一战 你看胜负如何 我想对手说他们是400年来的第一战 其实事实上民进党他们在台湾来讲只有8年而已 我看这场战争是8年的民进党 对抗我们百年的国民党 你看我们国民党最近才在庆百年的这个周年的生日 而且我们特别还从国父当时在檀香山的地方 我们特别还请了那个这个新火 从檀香山运到台北 好 你看我们的这个国民党 是不是真的有百年的历史呢 在这个百年我们要切蛋糕的时候 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盛火 那个我们的这个从檀香山来一百年的新火 然后我们来到现场 耶 盛火 盛火 正火 怎么没火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要请主席点火 主席 请点火 好 你看这个我们百年的国民党的新火已经点燃了 好 但是这位同志你辛苦了 你可以把新火交给楚瑜没有关系 请你下去整理一下你的服装衣容 好 我们来跟楚瑜一起来 我们祝贺我们国民党的百岁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K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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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OK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讲说 今天是省长公办证监会最后一场在蓝头举行 那么有一些状况 我们现在请自由时报记者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导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主持人你好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何鸿信 市长选举公办证监会在今天晚上画下句点 今天举行的最后两场公办证监会出现不少高潮 最后都和平落幕 在今天下午云林举行的公办证监会中 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动员情况旗鼓相当 现场气氛颇为热烈 并且出现副省长候选人陈元祺要求上台发表证件插曲 但巡委会马上已不服规定制止 而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 则在一分钟内被打断发言十次 破了公办证监会举行以来被干扰次数最多的记录 是 OK 好 那请这个自由时报记者继续注意这些事情 那么各位 我们知道一个候选人总部里面 假使有十个义工那么就有十一个义件 所以整合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内部里面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派系利益 那么他们是怎么整合休息一会儿 我们一起去候选人的总部看看 哇 省市长大选已经进入到处计时的紧要关头 各地暂停沸腾 候选人莫不卯足尽全力冲刺 三党候选人的内部整合能力及外部动员策略 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 因应民进党及新党向选民全力推销求变换的做了诉求 国民党打出安定牌 中国国民党所提出的主要的诉求啊 就是强调国家的安定 社会的安全 每一个人的平安 以及经济的继续成长 大家的成功 所以我们称为安城计划 未来四年是我们中国整个的一个经济的转型也好 政治的转型也好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代 这个年代的时候政治的东西不能实验的不能冒险的 除了安定牌 国民党的主席牌更在这几天内秘籍出牌 强力驳斥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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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国民党的地方派系是否能超越在地的利益 全力为宋楚瑜护盘有待观察 提名空降部队产生整合在地势力的隐忧也出现在高雄市 高雄王王玉云虽然为吴敦义跨刀浮选 但他对国民党中央忽略栽培在地人的重北青南政策多所批评 凡是要叫做中央这些保肺修充人流在做 没有我们的分 要竞争来在国立这个国政权 我认为这些保肺修充人也说最好事 我们南部人都在做什么 中央你看看 我就说盈人 教育 医疗 建设 都在做中央的 南部到什么 医疗的总统这是他的事 因为你中央跟无国及地方 我是合作的南部人 我应该要无所反弹 在地的王玉云也认为 空降的吴敦义必须把票落实才能胜选 如何落实票源也是台北市的问题 新党强力信纳外省人选票 尤其让国民党对眷村的铁票感到忧心 防务心的党员本身是很弱 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理念目标要抓得住 这个最重要 民进党的省长部分 原来两位可能的省长提名人选 于成岳云和尤卿是否全力为陈定南复选 陈定南主导查查党内会选 所引起地方上的不满 都是影响党内整合的主要变数 政治人物也许有派系 政治人物也许有不愉快 可是呢 重要的选民没有派系 尤其面对这个 所以重大选举 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 为了驳斥不合之说 谢长廷在选战的最后一周 协助陈水扁主打新党的赵少康 我个人警戒到说第二阶段下去 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来收拾整合这个分裂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放弃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 在我的后援会 在所有的这种社团 或是说我的这种服务处 我们陈委员跟我们就全力整合 我个人认为是相当成功 对照到国民党的余雄之争 民进党党内初选阶段的 长扁之争及省长部分的 陈定男张俊宏之争的千浪结局 曾经引为美谈 因此在这场选战中 民进党的团结在形式上 和实质上都很重要 高雄市的民进党 虽无派系整合问题 但选情却让民进党担心 我们在省长这一部分开地左高 会很明显的开地左高 那么陈水扁在台北市这一部分 也一直维持一个很稳定的局面 反而显得说高雄市 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低迷 甚至比较困苦地区 以先天的条件客观的情势 我们在高雄市都有赢的条件 那么如果我们党 再把这个战力凝据 再予以更大的投入的话 可能会发挥这种临门一角 这个很好的很巧妙的功能 在新党的部分 内部的不和甚至演变成公开校正的态势 一度造成选战部教的混乱 但新党极力敏平这个问题 我们如果这个叫内讧的话 那国民党叫大地震了 民进党叫火山爆发了 在内讧之后 新党台北市长的选战火力更为猛烈 但朱高正在省长部分激进单打独斗的竞选方式 则使外界对于朱高正与新党之间的关系有所质疑 我处处要投入省长的选战的时候 大家有讲好 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尽可能的 让这些委员能够在台北市全力来扶走 赵少康委员 所以说在这里面 并不是说他们不来帮我 而是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协议 我是要帮新党到台湾省开疆土的 新党 我说不必给我什么资源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 我会主动要求 在选举前才加入新党的汤阿根 也几乎是单打独斗的在高雄开拓新党的市场 并争取在地人的支持 新党刚开始在高雄学起 刚开始真的都不晓得我们的支持者在哪里 所以我们用两个地方两个时间去把它考验出来 一个是925 一个是10月10号的双世界国签 这两个活动办起来之后 我们的资源者从地下浮出地面 胜选是政党的首要目标 而三党在省市党大选强势操练组织动员力 不只决定这一仗的胜负 更攸关了明年底的立委选举及往后的总统执选 台湾的政党政治局面甚至可能因此改观 OK 讲一辙政治笑话 各位呢 你如果到全台湾各地方去呢 从火车站下去那条路叫中山路 跟中山路垂直的那条路叫中正路 几乎全台湾都是这样子 独独只有台北市有中山路没有中正路 台北市有没有中正路 有 在士林地区 不过那是新开的中正路 过去台北市听说也有一条路 中正路就是现在的巴德路 但是因为那一条中正路太长了 所以要分成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 而且还要分段 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个马屁鲸 经过中正西路他就说 中正西路 岂非中正上西天之路 还要分好几段 所以那一条中正路呢 就被取消了 OK 这个以上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才怪 记得明天渔夫的选举万岁 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有感性的演出 明天我们一起期待 拜拜